我们先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 了名和善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师大八华王 卡玛巴 敬礼 图灯大吉喪失 门敬礼 弹成三宝 敬礼 今天附魔的祖孙 药师流离光如来 师母 丹正家座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今天仪会的贵宾是 祝瑞典兼挪威代表 廖东州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中国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呢 还是先做广告吧 下个礼拜天 一月十二号下午三点 是虚空场菩萨附魔法会 下星期天 一月十二号下午三点 P.M. 虚空场菩萨附魔法会 这一月十二号 这台湾的选举已经过了 好快 时间过得很快 那么虚空场菩萨附魔法会 就是虚空 抗的意思就是空 抗的意思就是空 那他的手印呢 一般来讲他是这样子结的 就是食指相处 合起来 合起来 两手 这个内腹印 然后食指伸直相处 这样子的手印 他的咒语 另外他拿着宝剑 跟这个莲花 拿着宝剑跟莲花 这一尊呢 虚空场菩萨是空海大师的本尊 空海大师的本尊 那么虚空场菩萨是一个八大本尊之一 我们讲的八大本尊就是观世音菩萨 文珠实力菩萨 这个普贤菩萨 地藏王菩萨 弥勒菩萨 虚空场菩萨 金刚守菩萨 除盖章菩萨 这是八大菩萨 当然 这个修西空场菩萨的法 他有特别的法 为什么呢 因为空海大师在炎洞里面修西空场菩萨的时候 他跟本尊相应的时候 天上的星 星星下降 然后进入他的嘴里面 一直到他的心中 他就是跟本尊 跟虚空场菩萨合一 那么这尊呢 有所谓的求闻痴法 求闻痴法 求闻痴法就是让记忆能够增长 记忆能够增长 对于失忆的 失忆症的 或者他有特别的地方 他能够让你记忆增长 你翻开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 櫻木十行 现在有很多的儿童 记忆力非常好 你给他加多少 减多少 除多少 乘多少 一直念一直念 乘以多少 加以多少 再除以多少 再加多少 减多少 乘多少 除多少 一直念一直念念 念了差不多一分钟以后 问他答案 他马上就答出来 因为他的脑海里面 他已经一直在算 所以那个好像是说计算机都输给他 他的回答比计算机还要快 我看那个都是过气式 他有修过虚空场菩萨求闻痴法 你们如果要得到老人直呆症 老人失忆症的 那不用足齐 如果你要记忆力非常好的 一目十行的 看所有经典你一打开你就看得懂的 那你就是要求这尊 他也是一个智慧尊 智慧 智慧跟文知事理菩萨一样 他也是智慧的准 我上回讲过嘛 智慧等于是一条内裤 虽然看不见 但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智慧知事的本尊 智慧跟知事的本尊 等一下我问大家那个问题的时候 你们不能一问三不知 大家都是 我每次问问题的时候 我转头看这边 所有的人眼光全部看地上 我转头看这边 也没有一个人看我 大家都好像 然后问那问题 或者问那底下的法师 上面的上师 没有 都很少人能够答得出来 所以必须要 除起这一尊 西空场菩萨 如果有了西空场菩萨的智慧 那不得了了 西空场菩萨 为什么称名叫西空场菩萨 因为他的智慧 因为他的智慧就像虚空 他的智慧像虚空一样 那刚刚 那刚刚 那天马山上面撒了很多的粉 当然就是雪了 撒了很多的粉 在他的山顶上 撒了白色的粉 我一看 我的记忆里面 回想到 通往拉萨的那一个山口 通往拉萨的那一个山口 那个叫做 库卡 库卡山口 我突然间想起了 库卡山口 那山上的那个粉布满 雪在半山 那一种景象 又像这个神山 那个叫念钦唐古拉山 念钦唐古拉山 那我在山庄 这么多肥了 而且住了一段日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 这种 这样子的气候 这样子的山形 让你回想到 那个神山 西藏的那个神山 念钦唐古拉山 心中 有一种 非常澎湃的那一种感觉出来 哪一种接受 所以彩虹山庄啊 真的是 很有灵气的 这个山庄很有灵气的 如果每天在彩虹山庄 如果每天在彩虹山庄睡觉 没有感觉到那一种灵气 其实是辜负了 其实是辜负了他自己本身的意思 你看前面天马山 右面 左面 右面 左面 有这个贵人轰 旁边 有一日暗 有旗山 有古山 有平洪山 后面呢 有沙漠山 这个层层的山 这个围绕起来 再上去 这个是史诺庄明派 那边也是沉沉的山满 在冬天的时候啊 非常的淒清 像西战高原一样 山跟山 一直综横不断 那个河流啊 还带着所有的山 草原啊 一望无际 草原一望无际 有时候啊 你是看不到人烟的 森林啊 草原啊 山满啊 他经常 在那个五千公尺 六千公尺 几千公尺以上的那个山 太阳猛烈的时候 是非常的猛烈 所以 当太阳下山的时候 一切又变成冰雪 那种景象 经常浮上 这个师尊的这个 心头 尤其是通往 拉萨的那个 那个山口 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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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口 库卡 这个彩虹山庄 彩虹林上次 灵气非常的丰厚 希望 希望住在这里的人 不光只是睡觉 一定要好好的羞耻 有很多人啊 住在山庄 他不知道 他还说 我要到遠地方去闭光 离开山庄 到很遠的地方去闭光 到很遠的地方去修行 他不知道啊 这个山本身的灵气啊 这个山本身的灵气啊 这彩虹山庄的本身的灵气啊 已经胜过 很多地方的灵气了 这舍尽求眼啊 真的是很愚蠢 能住在这个山里面啊 这个 真的是非常 能够修持成就的 不要住了一大堆的这个存人 又与又存 又与又存 好像是一个人的名字 乙存 不过啊 我告诉你啊 真正的乙存是很聪明的 真的乙存是很聪明的 真正的乙存是很聪明的 很聪明的人才起名叫乙存 那些自认为聪明的才是真正的 又与又存 我们今天 是要是流离光珠来 他曾经下降 刚刚下降 以他所持的这个甘露瓶 他的甘露水 偏撒大家 这个就是致病的甘露 希望 偏撒大家以后 我们的病 不只是身体的病 身心里的病 种种的病 能够消除 那我是见过 要是流离光珠来的 是清言所见 而且是在白天 清言所见 要是流离光珠来 日光菩萨 夜光菩萨 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十二要擦神将 我都是清言所见 清言所见 因为我见了 要是流离光珠来的时候 我那一段时间允居 见了他以后 我本来有一个裂脑症 这个脑好像裂开一样 后来呢 见到要是流离光珠来以后 就好了 今天我又见到要是流离光珠来 那么我很谢谢他 当年 当年 他把我的这个病症 给治好 要是流离光珠来 要是流离光珠来 他有发的燕 他发的燕是 他的发十二大燕 第一 至他生光明直胜之焰 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本身跟其他的人 身体会产生光明 直胜就是说 非常的光明 像要是流离光 流离光的意思就是讲 非常的燦烂 非常的闪耀的光明 第二 微得微微 开晓众生之愿 他能够以庄严的知识 来小育众生 对众生 能够施给余 最尊贵的佛法 这个第二个愿望 第三 使众生饱满所欲 而无法少之愿 也就是知良祭足 让众生本身的知良祭足 他们所要需要的 多给余 第四个愿望 使一切众生安利大圣之愿 大圣就叫做 佛罗密多圣 他要让众生 都一样的成为一个菩萨的 这样子的大愿 第五 使一切众生行 凡行俱三俱戒之愿 他能够让众生呢 能够守戒清净三俱戒之愿 第六 能够守戒 跟清净之行为 第六 使一切不拒责 足跟完祭之愿 你如果缺少什么身体 好像有的人身体 出生的时候 他有残缺 那么你必须要跟 要是流利光珠来祈求 因为他有第六个愿 是一切不拒责 足跟完祭之愿 像眼睛 耳朵 嘴巴 鼻子 还有足跟不拒责 能够祈求药师流利光珠来 能够完祭之愿 第七 除一切众生的病 令身心安乐 正得无上菩提之愿 这是药师流利光珠来 治众生病的很大的愿望 有病的跟他祈求 转你成男之愿 转你成男之愿 当你知道你自己 是女胎 好像怀孕的时候 是女胎 希望得到男胎 你求药师流利光珠来 在第八愿里面有 转你成男之愿 转你成男之愿 第九 使诸有情解脱天谋外道 禅妇 邪师恶见仇灵 隐色正见之愿 第九个愿望 它是希望所有的有情 能够解脱天谋外道的禅妇 也就是说 有人向你下钢头 你身上有鬼 有恶神在你身上 你的念头不正 他都要施流利光珠来 能够让你得到正见之愿 正见之愿 第十 使众生解脱恶王 结 等恒难之愿 我们有时候众生 都是有很多的 好像 像昨天讲的那个恐龙法官 这个因为有官司啊 被抓进去啊 或怎么样子 其实你便没有犯罪 这是恶王 结结等恒难之愿 不会碰到小偷 不会碰到强盗 不会碰到这个不好的王法 不好的王 他的意思是这样 第十一呢 使饥渴众生得丧食之愿 好像有人饥寒叫破 你求药师流利光如来 他能够让你得到好的饮食 第十二 使贫乏无衣服者得妙衣之愿 没有衣服穿的 你祈求药师流利光如来 他能够赐给你妙衣之愿 他有十二个愿望 这是药师流利光如来的 你记住了 这个 跟他喜愿 跟他求愿 他可以满足你 那十尊一个正愿 就是说我见到药师流利光如来 要王菩萨 要上菩萨 日光菩萨 夜光菩萨 还见到的十二药叉神将 以后呢 我就知道 那时候我的病会好 结果果然 这个 就好了 这个菩萨加持 那药师流利光如来 很 这个 他的愿望很多 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他的愿望 你可以跟他祈祷 跟他祈请 只要他来了 他就会帮你 他一定会可以帮你 好 我们再讲一下道果 好 我们再讲一下道果 我们再讲一下道果 其后 我们修行的延起 修行的延起 在密教里面 起绝一脉 就是你身体的脉 我们身体有多少脉 有七万两千脉 是吗 有七万两千脉 最主要的是中脉 跟左脉跟右脉 这是最主要的 另外还有轮 为什么需要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修行的 修行的道路 脉就是道路 你有路可以走 你才能够修行 然后取节一致 为什么取节一致呢 因为在密教里面 是用咒来说的 密咒成 所以在日本就叫真言中 真言中 言 真言就是日 这里所讲的日 是真言 那个字 就是 言则上 就是属于天给的 天事的 是天事给予的 字 有相当的象征性 取节一致 本尊都是由致来转发的 本尊 像所有一切诸尊 都可以以阿字为他的 以他阿字 用阿字 阿 阿字 来座于他的本身的 种子日 如果以 奥 阿 奄来讲 奄 就是表示 整个宜宙 整个西空境 阿 本身就是本尊 就是出现本尊 奄 就是在化下来 所以我们讲 奄 是化身 阿 是报身 奄 是印身 我们常常这样子讲 就是所谓叫做取节一致 取节一甘露 这里所谓的甘露 就是名点 就是名点 就是明点 这里所谓取节一甘露 就是明点 明点是什么 明点就是材料 取节一气 气是什么 就是车子 卖 就是道路 就是车子 明点 就是材料 放在车上 运到你全身各地的材料 这样子讲 大家会比较清楚 另外 另外呢 你要有脉 能够通 气 能够行走 还有甘露 非常地多 依什么呢 依饮食 你吃什么东西 吃下什么东西 你吃的东西 就是你的饮食 威宜起机 行住坐卧 甚至于你的前法 行住坐卧 都属于一种延起 借取节于他延 那是另外的延 故称为 依他起延起 你因为 你吃了什么东西 有一个笑话嘛 有一个病人 对医生讲 说医生啊 我吃房瓜 就到时候 拉出房瓜 那我出 义鼠鼠 我拉出来的 就是义鼠鼠 那我吃西瓜 拉出来的 就是西瓜 东瓜 拉出来 就是东瓜 南瓜 拉出来 就是南瓜 北瓜 有北瓜吗 没有 香瓜 总之我吃什么 拉什么 怎么办 医生回答 那你吃食好了 你吃大便好了 为什么 吃大便放出来 就是大便 就是正常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 如饮食 你要生着佛 你吃的都是冰冷的东西 哪里能够生着佛 修着佛的人 必须要注重他的饮食 他必须要吃一种 很特殊的东西 能够引起着佛的东西 这食物 他才能够生起着佛 这很简单的嘛 这个跟大家讲 要生着佛 你说你吃冰冷的东西 吃寒的东西 你如何生起着佛 当然生必起着佛 所以 这个故味 依他起言起 你要生起着佛 就是有着佛的言起 一定要靠食物 所以要靠食物 生活起居 也是很重要 你的生活起居 威仪 修行 这个 端身正做 你不能老是 违迷不堪 你那个脉就不会通 你老是这样子 那根本你这个脉就不通的嘛 你端身正做啊 所以为什么要叫你 比如七只做 原因就是让你的脉能够直啊 你老是做歪歪的 或者不能端身正做 老是违迷不堪 老的时候也不能端身正做 老是脱着背 那表示他那个脉是有问题的 因为那个脉一定是弯的嘛 脱背脉一定是弯的嘛 那脉弯的话 你要端正啊 气脉不通啊 你身体都是病啊 气脉全身都通畅 根本不痛 也不会生病 你哪里有病 就是哪里有阻塞 你的脉已经阻塞了 已经塞住了 脉不能够破裂掉 脉也不能够 要有弹性 而且要止 而且不要阻塞 一阻塞 你说老的脉阻塞 你就中风了 中风 心的脉 心周围的脉 师尔 师尊为什么每天做福利挺身 我不是做着玩的 也不是为了那个两块胸肌 当然你做了这个 当然那个两块胸肌 你们跟着我做 会两块胸肌都会出来 没有错 但是不是为了胸肌 是主要把心脏周围的那些脉 经常这样子让他有弹性的去运动心脏周围的脉 让你的心啊 不会 心的脉 不会阻塞 不会塞住了 不通了 所以宜家前 所谓的金刚前 就是要让脉能够通啊 从头上开始 一直到脖子 到了你的胸 到你的四肢 到你的肠 胃 然后前身的金刚钳 一整套的金刚钳打下来 就是要让你的脉能够直 能够通 不会阻塞 因为阻塞就一定痛 有病的 你这里阻塞 这里就痛了 所以一他起言起 这个原因在这里 四道配直 送迎 大菩提道 生文道 言结道 波罗蜜道 三者 无此言起 一不会聚 违据殊胜果 知十三地 大金刚词道 具有慧懼 故谓大菩提道 大菩提道 什么大菩提道 应该讲起来 我认为是这样子 这里谈到的 他讲三者 我认为是四者 大菩提道 就是佛 就是佛圣 生文道 生文圣 圆结道 是圆结圣 波罗蜜道 是菩萨圣 这是四者 不是三者 无此言起 一不会聚 为聚书圣界 知十三地 大金刚词道 具有慧聚 故谓大菩提道 因为四种 第一个 就是佛圣 就是阿罗汉圣 圆结圣 菩萨圣 这个是四种道的配属 最殊胜的果 最殊胜的果 是十三地 菩萨一共有十地 到第十一地 第十二地 第十三地 就是等于佛 就等于佛了 到了第十一地 就等于佛了 所以称为大菩提道 什么是大菩提道 就是佛圣 这个有一个总经理 他对他的同事 他对他的同事讲 在公司里面 我就是头 CEO 我就是头 他的朋友就讲说 这个我相信 可是在你家里呢 这个总经理 CEO也讲 我当然也是头 那你太太呢 这个总经理回答 他是佛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佛想转动的时候 得听从佛子的指挥 这个笑话 其实是笑话吗 其实也不是 刚好是我们这个 道国里面所讲的 这个头在转动的时候 眼起是脖子 脖子转动 头才能转动 脖子不转 你的头怎么转 你脖子不动 脖 头能转吗 好像也能 脖子跟头 是一起的 脖子跟头一起的 这个怎么讲 才是更好一点 你们有没有更好的 更好的例子 我认为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我们的食道跟气口 这吃进食物的时候 它食道的门会打开 让食物进去 当你呼吸的时候 你这个气一定要从气口 不能从食道 但你吃东西的时候 东西如果进入气口 那就完蛋了 那就会咳 会把食物咳出来 所以这个互相配合的 食物跟食道是配合的 呼吸跟你的气口 是配合的 是配合起来的 不能够有差错 如果不配合的话 那就是 就是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 有时候 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我们过年的时候 是不是要安太岁 要安太岁 其实安太岁哪有什么重要 你知道吗 安太座才重要 安太岁哪有无形的嘛 安太座是有形 这个才也 其实两个都重要了 这里也提到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 在家里 你不能跟老婆讲道理 跟老婆讲道理 就一定吵架 不要讲道理 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家和万事兴 和谐就会共赢 控制情绪很重要 良好的沟通 是幸福的基石 归籍是死的 人是佛的 和老婆讲道理的男人 他的智商 都有严重的问题 男人们回家 都要写一点 别和老婆 真高低 真输赢 赢了 你能当饭吃吗 输了 我保证让你吃不完 兜着走 安太岁重要 安太座也很重要 另外的 另外的 另外的就不用谈了 讲到这里为止 其实一个男生 我们做一个男生 实在是很困难 还要安内 还要服外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现在无形的 你要安太岁 有形的 你要安内 还要服外 这依他延起呀 这单身咖啥笑什么 我告诉你哦 将来你要安内 服外 这种学问 没有人可以教你了 只有一个人可以教你 只有一个人可以教你 有一次呢 我一个人坐长途的车眼行 有一个庙林少女 问我 她可否坐在我身旁 哇 这一下子真的是 我不禁开心的不得了 真的 一个那么漂亮的小姐 她要坐我旁边 哪里能不快乐啊 对不对 你一个人单独坐 旁边就一个位置 她就坐在你旁边 我们很快的 谈得非常的投言 她很害羞的告诉我 她是第一次一个人演行 我妈妈吩咐我 要坐在我认为可靠的人的身边 要认为可靠 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男生都是猪哥啊 一到色狼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那个女孩子呢 那个漂亮的 那么小姐 她对我讲 我看你长得生像我的阿公 所以我很放心 她不要快乐得太早啊 因为她认为我是她的阿公 这个也是依她缘起啊 这个也是依她缘起啊 真的 所以一般来讲 她 我们坐这个 我们现在不只是坐机车车 现在还有乌博 我是念成乌博 乌博 乌博 你要坐乌博 还有时候还要看人 真的 坐乌博也是蛮危险的 我们有一位空中小姐 她有时候会来西雅图 以前她坐的那个乌博 的那个司机给她一个名片 她说以后你到西雅图来 你就叫我就好了 其他人你都不要叫 不管我再多远 我都会敢来载你 因为那个空中小姐 长得也不错啦 身材好 这个 另外呢 她经常很喜欢穿个 这个 落大腿的 迷你裙啊 我当然知道迷你裙啊 她经常喜欢穿个迷你裙 落个大腿 长得不错 空中小姐常来西雅图 她住俗了 每一次一下飞机 她就打电话给她 然后她就来载她 而且她还准备了 咖啡啊 甜点啊 什么东西啊 让她给她 久了 坐久了 坐后面 她平时都是坐后面 后来 大家熟了 就坐前面了 有一次坐坐坐坐坐坐 突然间有一只怪手出来 怪手出来了 她吓到 从此以后她就不再坐她的 UBO 所以啊 有时候是这样子的 坐坐计程车啊 坐UBO 真的 女生也是蛮危险的 除非你是安全牌 你安全牌 你坐UBO就没有什么了 这也是依他言起 这个也是依他言起 这是他告诉我的故事 告诉我的一个故事 不安前排的都要注意 老师问小法 小法 你这只戒指是在街上捡到的 为什么不把它送还给颜主 你在街上捡到的一某戒指 那为什么不把它送还给颜主呢 小法回答 老师 因为戒指上刻着 永远都是你的 老师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这个也是依他言起 为什么我戴着这个戒指 因为它上面刻着我的名字 这个戒指上面刻着圣燕 这是我的 永远都是我的 因为它上面刻我的名字 那么这个戒指呢 它刻着阿迪夏 阿迪夏 这个戒指刻着阿迪夏 就是在印尼做法费的时候 送的 有纪念性的 阿迪夏 阿迪夏 当然永远都是我的 这个阿迪 你要送给它 永远都是你的 这个阿迪 你福外 也要刻着 永远都是你的 上算数课 上算数课 老师说 小明 小明 如果你把手伸进 右边的口袋里面 发现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 又伸进左手边的裤子里面 又发现了一张五百元的钞票 想想想看 这样加起来多少钱 小明回答 我发现那不是我的裤子 那是别人的裤子 因为他身上根本没有那些钱 这数学老师用 依他言起 小明也是用依他言起 所谓依他言起 就是这样子 密教的修行 是依他言起 依他言起 你才能够修行 你要依着气 依着脉 依着明点 然后还要依着昼日 这四个东西 你才能够有延期 今天就讲到这里 阿玛丽贤祢